本音评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126章 熟神者 熟神者 你将会为你的不忠而付出代价 埃里克森半空中一旨 肃然的声音像炸雷一般的响起 主说要有光 这世界上便有了光 主的仁慈打破黑暗 引导你前行 给予你温暖 而你却亵渎主的荣耀 熟神者 必遭主的审判 随着他的声音落下 在叶浩轩的正前方突然出现一个犯着圣光的十字架 在那一瞬间 叶浩轩有种错觉 他感觉自己仿佛是一个千古罪人 身上流淌着肮脏的血液 而眼前的这十字架却无比的圣洁 让他有种不能自拔的冲动 仿佛只有这十字架上的圣光 才能洗清他自己的罪孽 叶浩轩摇摇头 努力地把这想法从脑海中甩去 他心中暗骂 这些神棍们的精神力都很强大 一言一行都能对人产生影响 如果他真的没有这一身能力 今天还真的这到了 可惜这货太拖大了 他的预言术虽然厉害 但叶浩轩的神念何其强大 这根本对叶浩轩的思想造不太大的影响 熟神者 还不清洗你的罪孽 埃里克森报喝 再次猛地向前一指 傻逼 叶浩轩冷笑一声 要是以前的他 今天绝对要吃个大亏 但是他从剿灭村政家族基地的时候 身体里就多了一些东西 打开了一重天锁 精神影响类的预言术 对他的影响不大 他祖上那位也是杀伐果断的主 三重天锁 旨在对付一切神秘力量的存在 叶浩轩开启一重天锁 就直接秒杀了柳生真数 眼前的这个埃里克森 虽然远比柳生真数强大 但想凭一个简单的预言 就让叶浩轩自投罗网 那是门也没有 叶浩轩一声大喝 猛地向前踏一步 他手中鱼长猛地向前一展 轰 眼前的十字架如遭重击 猛地一震 埃里克森不自由主地退了一步 叶浩轩再次向前踏出一步 再次一展 轰 犯这圣光的十字架 再也抵受不住庞大的功德之力冲击 怦然碎开 一阵光波肆意而出 随即现场就恢复了平静 你这一身到底是什么能力 落地后的哀里 可森神色里透露出一丝震惊 华夏的道门奇数 岂是你们这些异能传 成能比的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 他总算是摸清楚眼前这个人的底细了 他的身份相当于教廷的红衣大主教 比教皇帝一个档次 万能的主啊 眼前的魔鬼非常的强大 埃里克森在胸口划了一个十字架 然后他抓住胸前一个圆圆的十字架 轻轻的一捏 十字架碎裂而开 里面一点剩水从里面流出来 他突然挤背一挺 向前踏出了一步 随着他挤背一挺 他的形象在那瞬间仿佛高大了一般 他再次向前一指 雷鸣般的声音再度响起 主创造一切 主掌控世间 主说要停的就不会向前 妈的 你磕药 叶浩轩感觉周身的空气 突然凝固了起来 随着十字架中的圣水洒出 他的能力增长了数倍不止 这次送出的预言数上了档次不少 甚至能和上一次安琪拉师展出的有的一拼 叶浩轩转身就要暴退 只是他刚退出一步 周边的空气一凝 他感觉身上有万斤重的东西压上一般 让他连抬跟手指都感觉到困难 主赐于你荣耀 你却复之于魔鬼 背弃了主的荣耀 主要将他收回 埃里克森向前重重一指 半空中光滑涌动 数到圣光散发出刺眼的光芒 那圣光带着毁灭世间一切的威势 向叶浩轩涌去 叶浩轩眼睁睁地看着危险到来 可他偏偏没有办法动一下 冰冷的死亡感觉瞬息而至 就在这危急的时刻 叶浩轩口袋里那黑沉沉的十字架 突然散发出一阵炫目的光滑 一道虚影在半空中骤然形成 而那道虚景却赫然是安琪拉的 主说 赐于眼前这个人的自由 虚影向前指指点点 叶浩轩只感觉身体一松 瞬间恢复了自由 安琪拉 叶浩轩震惊地看着眼前的虚影 埃里克森的神色大变 他沉声道 安琪拉 你竟然留了一手 埃里克森 放手吧 有些东西 不属于你 安琪拉的虚影淡淡地说 只有他 才能嫁奴那东西 一意孤行 只会害了你 安琪拉 你赢了 但我绝对不会罢休的 十字圣物 我一定会拿到手的 埃里克森根本没有和安琪街战斗的欲望 演的安琪拉不过是一个虚影 这是安琪拉本体在十字架里留下的一丝神念 他送给叶浩轩的十字架里有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他料定叶浩轩会有一节 所以提前做好了准备 这才在危急的关头救了叶浩轩一命 尽管是一道虚影 但安琪拉的传承来自于远古圣女的传承 除非是教皇 否则的话 其他所有人的力量在他的跟前都是形同虚设 这也是埃里克森根本没有战斗就直接退走的原因 安琪拉 是你吗 叶浩轩走上前 惊异不定的问 眼前的一切超出了他的认知 他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是眼前的虚影 微微一笑 然后缓缓的消失 眼前的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就在叶浩轩发愣的时候 他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拿出来手机一看 是一个国外的号码 他有些疑惑的接通了手机 亲爱的叶 是你吗 对面传出一个熟悉的声音 正是安琪拉的声音 是我 安琪拉 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叶浩轩问道 叶 我感应到我留在十字圣物的神念被激发 是你遇到危险了吗 安琪拉道 是 刚才有一个叫埃里克森的家伙来过了 他要抢走十字架 能告诉我十字架里有什么东西吗 叶浩轩问道 现在还不是时候 请你放心 埃里克森是叫停的人 他的身份和我相等 我会想办法制约他不让他再去滑下的 我得到十字架的传承同时觉醒了一些东西 知道在十字架里有另外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而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只有你才有资格只有十字圣物 所以就把他送给了你 而我也知道有人会去抢夺他 特意在里面留下了一丝神念来帮你 安琪拉说 我明白了 叶浩轩点点头 安琪拉得到了圣女传承 她现在已经属于神圣的范畴了 所以 这丝神念非常的强大 关于十字架里面的秘密 等你什么时候来瑞典 我会全部告诉你的 安琪拉说 现在你知道的太多 反而会不好 我知道 我会尽快去瑞典的 叶浩轩点点头道 那好 期待你的到来 我的妹妹成天念叨着你什么时候来瑞典 我们皇家医疗团队现在已经组织了一批优秀的青年 过段时间会去曙光医院交流 期待你们的中医传入瑞典 安琪拉微微一笑道 好的 我也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叶浩轩笑道 你们那边现在应该是深夜吧 不打扰你了 早点休息 安琪拉说完 挂断了电话 挂了电话之后 叶浩轩感觉到无比的蛋疼 她莫名其妙的又惹到教廷的人了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她感觉教廷里面也不是那么的和谐 今天的事情给她警醒了不少 看来这世上神秘的事例还有很多 没有惊动任何人 叶浩轩又回到了蓝玲玲的家 只见她游自还在熟睡 叶浩轩没有惊动她 悄悄地为她盖好被子 然后躺下 只是经历了刚刚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她现在真的是一点睡意都没有了 辗转反侧 终于天快亮了 蓝姆早就救起来了 为蓝玲玲和叶浩轩准备好早餐 吃过早餐以后 两人开着车一起回清园去了 由于要赶在第一时间 回去参加夏寸星和李军龄的婚礼 所以 两人起得很早 叶浩轩在高速上一路超速 终于在八点前 赶到了清园 两人来不及休息 就这样匆匆忙忙地赶到了 举行婚礼的平湖大酒店 停好了车 两人一起走了进去 只见平湖大酒店张灯结彩 显得喜气洋洋 这里的司仪是清园最顶尖的司仪 整个婚礼现场布置得高调奢华 由于李军龄的身份非同小可 所以 清园几乎所有的名流 全部出动 而婚礼上有清园政府各位领导的助词 整个清园 恐怕没有几个人能有此殊荣 司仪的过程忽略掉 不知不觉已经是中午时分了眨眼就到了开席的时间了 叶家的人坐在上席 娘家人在婚宴上都是上宾 哥 还以为你今天要迟到了呢 你跟我这位嫂子去哪里快活了 叶如云凑到叶浩轩的身边笑嘻嘻地问道 胡扯什么 叶浩轩瞪了他一眼 而一边的蓝玲玲却早已惊羞红了脸 可 我哪有胡扯吗 你真行啊 走到哪里都有能拉来喂嫂子 叶如云低声嘲笑了叶浩轩一句 不跟你扯了 三叔 我看到了几位朋友 我去那边坐了 这丫头太古灵精怪了 为了避免蓝玲玲尴 叶浩轩拉着他去找林建叶等人了